主謀新世代台中大未來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張曉芬 不曉得你對台中的印象是什麼 還停留在治安差 黑道故鄉嗎 今天就要扭轉你這樣子的一個觀感 我們先來看一段VCR 台中市府17日舉辦治安公安匯報 警察局報告指出 台中市的暴力犯罪發生件數 從99年的431件到104年的153件 已經大幅減少278件 下降幅度超過六成 擔任市長的時候我就講過 我要用行動來帶動整個警方 對於拼治安的這個士氣 也希望能夠得到好的成績 來回報我們的市民 根據統計台中市每10萬人口犯罪指標來到六都最低 全班刑案發生樹也創歷史新低 努力改善治安的成效也反映在民意調查上 市民對治安的滿意度 從縣市合併前的四成 逐漸爬升去年已經突破七成 我這幾天覺得路上看到的巡邏是還蠻多的 是會感覺到比較安心一點 週末晚上一兩點出門 是我不會覺得有怎麼樣的 警察局打擊犯罪不遺餘力 特別是在刑案暴力以及詐欺等案件 都順利偵破率逐年提高 像是近來大理的中心大牌被偷牌廢油等案件 都順利偵破 四月份的大甲媽祖遭境 也達成零暴力衝突的任務 市長林佳龍除了肯定消防與檢警同仁的努力 也期望未來透過智慧警政、警民合作等方式 持續強化台中市各項治安指標 剛剛看到VCR首先要恭喜市長兩件事情 第一件治安變好了 第二件就是被CNN評選為最宜居的城市 我想要安居樂業 這個治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為什麼以前會有這樣的一個刻板印象 覺得台中的治安不好呢 當然治安好不好有主觀跟客觀的指標 主觀就是市民的感受 那如果你有重大的案件沒破 或像先前的翁崎南 這個案件甚至讓人感覺警察是不是有介入期間 而竟然都未破 當然會影響人民對政府的信心 那麼另外一個方面是 就是客觀的指標 那這個警政署每一季都會有民意調查 也會有客觀的公佈的這些數字 那所以我在想說當任市長這一年半以來 我想治安的改善應該是主客觀指標 大家都有感覺到顯速的進步 那我一方面我是以身作則 我在上任之後 我就每一個月自己主持治安匯報 因為如果你市長都不來主持治安匯報 治安怎麼會好 對 可是相對以前來講 市長比較少主持 我是堅持每次都自己主持 那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重大案件我一定親自跟警察局長聯繫 比如說難免會有一些犯罪 比如說銀行下班時間搶案 不到十二個小時馬上偵破 那市民就會覺得有案必破 這代表你的決心 所以削小之徒啊 他們要犯罪也會找地方 他想說來台中 他犯罪很可能會被偵辦 而且馬上就破獲 那除了這個我自己以身作則 支持警察之外 我大概有幾個方面的重點 一個就是這個警民合作 再來是增防病重 然後第三個是科學辦案 那警民合作就是我利用跟保全工會合作 然後給他們獎勵 所以所有保全在大樓都有 然後所有的監視器都可以跟我們配合 這個就是警民合作一個例子 比如說還有守望相助隊啊 這一些民防疫警 還有這些保全的人員 保全人員在台中就三萬大軍 那台中市的警民比 每一個警察負擔的 這一個治安工作都是六都最重 可是為什麼我們能夠把治安聘好 我大量的應用的 就是這一些協助警察辦案的民間力量 第二個就是增防病重 一般來講我們一個案件發生我們就去偵辦 可是就要去防範 那這些犯罪集團 你平常就要對他們的淹賭毒 比如槍支 毒品 還有這些可能涉及賭博的地方 你要掌握 然後一旦有小案 你馬上溯源去把它偵破 它的巢穴 比如說你現在偵辦到一個毒品案 那你一個毒品的買賣 你可以往上游去它的這一個 可以說是這個大盤 如果你能夠偵破的話 包括槍支 犯罪集團都一併偵破 那第三個就是科學辦案 我利用大量的這個治安的大數據 做分析 就智慧警政 那哪些地方是容易犯罪 常年都累積資料 那我不斷地在分析這些資料之後 主動出擊 大概這三方面是台中治安 可以說主客觀指標都改善 主要的原因 我想就是市政在點線面這幾方面 自然都下了一些功夫 所以從這個治安店裡變成模範生 現在市長走路都有風了對不對 也是說市民安心嘛 我們就感覺到很安慰 因為台中市長年都是治安 就讓感覺說掉車尾 那這也是有一些原因 因為台中市一個中部消費中心 甚至犯罪集團 他也在這邊交易 對 然後在這邊享樂 然後那個交通又很方便 他馬上辦完案就跑掉了 所以我們事實上 對於這一些區域聯訪警民合作 為什麼我們那麼重視 就是說你要讓這一些犯罪者 就是警覺到說來台中犯罪冒險很大 這叫做破窗理論 如果一個地方有一個窗戶破 你不趕快把它補起來 那經過的人會覺得 這是不是沒人管理 也許調別人就用石頭再把另外一個窗戶也打破 那麼在一陣子之後可能就有人就在裡面 不管是可能是遊民或者是在這裡面聚毒吸毒 哇大家感覺到這裡不安 那麼守法人就跑掉了 所以這就惡性循環 所以那個臨界點就是說 你要讓市民安心是必須說讓犯罪者不敢越雷遲一步 那這樣的一個工作經過一年半以來 確實在這個儲克寬指標上面 我再分享一些數字 那麼以這個我們的 這個台中市現在 以我們去年的這個2015年 相較於2011年 就是我上任之後的治安 不只是全盤刑案 就是暴力 竊盜 強盜這些都下降 那麼很明顯 案件或比例都下降 另外一個呢 我們可以再分享一下 就是說 那麼市民的治安滿意度 曾直線上升 那已經衝到七成 這個當然對我們來講 台中市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一個滿意度 那麼對於這個我們的警察 辦案以前都沒有信心 那現在呢 經過我們這一年多來的努力 可以說很明顯的 這個信心的指數 也是都高達七成左右 那市民對你又有信心 就代表說犯罪者 其實他會有一些 也是會有風險的概念 大概這些情況 我們看到主客觀指標 大概台中市在今年 大概前半年這六個月 就是警政署的調查 大概都是六都 大概已經衝到第一 那今年呢 過年的時候的春安計畫 春安就是在過年期間 很容易犯罪行為會比較多 那總成績台中市也是六都第一名 好 另外我知道很多人會反映說 現在走到台中的大街小巷 看到很多的監視器 監視器增加了 這個對警方的破案率 還有這個犯罪的預防率來說 是不是有一些幫助 是 那麼根據統計 台中市大概刑案 因為監視器而增破的佔五成二 就藉助監視器的輔助來破案的 就是兩件就有一件以上 很重要耶 那台中市大概監視器當然很多 有一些是政府的 有一些是民間 這需要整合 你要讓那些資訊能夠利用 那這個部分 台中市大概由我們政府建置 大概是五千組左右的監視器 大概兩萬多個鏡頭 那這些我們現在就是要做連線 而且有些路口作為交通用的 這些監視器也能夠來作為警政治安使用 那我目前進一步在做 就是希望說跟民間 比如大樓的保全 或像7-11這些超商 甚至銀行 那麼他們都有很多的這些監視系統 我是在協調一定比例是能夠對外 而不是只是對內 那其實對外對他們也會保護 因為他搶劫之後可能跑到外面去 所以其實既有的監視器的一個整合 然後讓它可以連線 然後可以做即時的運用 這個就是不用花大錢 但是可以讓監視器的 就是說打擊犯罪的效果 發揮到最大 有沒有實際的一些案件 是靠監視器來破獲的 而且它的這個破獲率是最高的 剛剛我提過就是大概兩件 就有一件是借助監視器 那如果我們連線之後 我相信就不會有死角 那你看大部分的這些監視器 就是說比如說這個里長 守望相助隊 他們都是那個形態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沒有辦法做連線 那事後還要去調 對 有一些是管理不善 事實上是空的 他說放在那邊嚇人 沒有真正裡面有這個錄影帶 在大體上我們很多個案子 比如說你那個車號 其實我們現在的這一個 就是交通大隊 他們對於這一些 情境重要路口的車子 那一種就是說精確度 就是它那個顯示的這個清晰度 是非常高的 那這些其實對於 比如說用開車犯罪的人 他大概很難在這個城市裡面 他一定會經過一些大路口 那如果你掌握這些東西 事實上也是一個 就是辦案很重要的證據 所以市府在這個部分上面 有沒有多花一些預算 然後市長覺得這個錢 花的值不值得 是 我對於警銷的預算 幾乎是沒有刪減 而且我還用很多預備金去支持 那警察同仁的辛苦 因為台中市的警民 比是就是說 應該說負擔是最重 台中市一個警察 負擔450個市民 在其他的六都 一個警察大概負擔300多個 甚至不到 那這個時候 我們當然爭取 比如說給警察的 這個繁重勤務的佳計 然後提升他們的設備 然後這個 過年過節 給他們一些獎勵 這一些東西是做一個市長 我就要做警察的後盾 那些設備 還有所有的這些更新 也要支持他們 好 我們知道 降低這個犯罪率呢 提升這個破案率 是台中市府一直在做的 而且呢 現在還有一個高科技的實驗室 可以當科男喔 等會帶來看看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謝謝